市区街道成群鸟儿高声歌唱 有人认为是大自然交响乐 也有人因为音量太高太尖锐受不了 六点到九点之间 它会非常的吵 然后屋顶上都是鸟屎 还有它们会叼来骨 每个礼赛性都新步 很多 很多是很多 但是我们的鸟屎都没感觉 我们就习惯了啦 白尾八哥是外来强势物种 几乎不挑什么都吃 极少天敌 多年前被国外引进台湾当宠物鸟 在饲养蜂巢过后被弃至野外 数量渐渐增加 排挤本土鸟种的生存空间 高化陷阱局旁种植小叶懒人树 职业茂密 好几百只白尾八哥也来做客 为此警局还制作问卷调查 该不该把鸟赶走 那其中有95%的同仁 认为这个鸟叫声 有的认为是不会影响同仁上班 透过行道术的整理 来让它不会那么容易聚集在这里 然后透过这样的干扰 让它降低群聚 除了适当的修剪数目 将耗制灯的孔洞 建物的缝隙填补风起 也能够阻止白尾八哥 竹潮繁衍 大海熊彰化综合报道 行后 词